新加坡今天再次執行搞刑 處決因返運30克海洛英被判死刑的45歲女死囚迪加瑪尼 新加坡人權組織集體轉型正義指 迪加瑪尼被拘捕時向警方表示 她的身體狀況不足以作出完整的陳述 但法院認為她的階段症狀屬於輕度至中度不影響公術能力 此外她也曾提出上訴和總統特赦但未有成功 新加坡死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曾中斷兩年 自從今年3月恢復以來 已經至少有14人被搞死 死刑制度一向被受人權組織批評 尤其是張之作為對於犯非暴力罪行者的強制性刑罰 受到更廣泛的批評 雖然死刑經常與阻嚇犯罪相提並論 但國際特赦組織的死刑專家聖喬志表示 沒有證據表明死刑有毒毒的阻嚇力 或改變毒品的問題